大家好 熊桶好啊 熊桶好啊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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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主要是在幫助我們在做 有時候我們要做電影特效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人爽拿下來 然後放到電影特效裡面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 電影特效的一些修飾這樣 我們可以利用台灣的一些文化的元素 去做他們的遊戲跟創作 所以掃描就用照片掃描嗎 對對對 其實就用照片 我們用空拍機 我們會空拍機去 去掃描整個這個場域 然後把它的照片 然後變成一個掃描整個模型 然後我們這一次第六屆 其實有497位的應徵 然後我們選了16位 分兩組 讓他們學業界最新 然後比較好的這個 我其實希望就是 就是能夠大家可以把一些影像品質 跟美感說提升 所以其實如果 就是交通過總統這邊 能夠就是辦法扶持一下這個產業的話 其實我們來講是有幫助 第一次我總統會來關心這個產業 我真的很感動 今天某種產業對我來講是開了眼界 不會喜歡 但是從來不知道後面是做的 這一些人的真實的面貌 所以可以今天來看到各位 原來就是我們看的這些動作 都是你們的創作 要形成聚落 那各位所屬的環境 是可以隨時找到你要資源的活動 產生一個聚落感 產生一個團隊感 將來的國家對財產是一個基礎 政府的資源 尤其在我們的前瞻基礎計畫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叫做數位的產業 這個就是要因應我們未來世代的需求 我看這個數位人才的計畫裡面 也有一部分已經跟進去投入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再繼續的投入 在這個產業裡面 這個產業是我寄予後望的一個產業 因為它結合了科技 結合了美學 結合了文化 這就是台灣要的 這個 有些人 有些人 這邊有很多人 我們在這次挑戰 最好 要求吃 可以買了 我們在這裏 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